大拇指捏住食指第一关节的下面 记得大拇指不要躲进去 也不要在食指下面 要在旁边 指甲对指甲这样子 好那挑第七条弦 中指要保持间隔一条弦 挑的时候先把食指往后抬 不要抬太高 近一点 挑出去 手指的前端抵住前面的弦 指甲的前端 所以你看挑 这样子 再来挑六弦一样保持间隔一条弦 挑六 挑五 好挑四 可以看到这里手腕低手背平 就像凯一根笔这样 不可以上上下下 好来挑四 再来挑三 挑二 中指继续搭在一弦 好挑一弦弦完 好再来勾的动作练习二 指腹搭 不要用指腹这个位置搭 要用大概这个位置 靠近指甲 然后把重心往后往下 大拇指跟小指要像张开的翅膀 食指微弯指尖向下不止天 这样子 好那手腕低手背平 这里一样这样的高度 好勾 然后马上上来 勾二 勾三 勾四 五 六 七 好再来练习三 挑七勾五 再来挑六勾四 挑五勾三 好挑出去都要抵住前弦 勾下也要抵住下一条弦 好第二行先做勾再做挑 你看勾二 好站好之后捏起来下一根弦 记得要抵住弦 好再来勾三 勾四 好再来下一个练习 挑七勾四 先间隔一条弦 挑七 中指上来四弦 再做勾 好再来挑六勾三 挑五勾二 挑四勾一 好再来抹挑的动作 十指抹七弦 然后挑 再来抹挑六弦 抹挑三弦 一弦也可以练习一下 旋软 好再来勾踢的动作 勾一弦 勾踢二弦 三弦 然后连续勾踢每个音都要像这样子单独的处理 好那不可以这样子扯下来 勾勾勾踢 好下一个练习 立连挑 每个挑都要动作单独处理 关节都要运动 好再来练习曲 三弦练习曲 来 三弦 三弦 二炨 谢谢观看